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干嘛八语录》 让我们化作慈悲 化作祈愿 并且付出行动 成为世界和平幸福的源头 下一个善的联谊 从菩提加盐开始 扩大 再扩大 让众生留下 五分野的喜乐 痛苦时 幸福时想起佛法 不算真实 幸福时想起佛法 那才是真实的 在今日的视频中 世界充斥着许许多多的烦扰及困难 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 骄傲、嫉妒及欲望之故 那么这些噪音的起源是来自何处呢? 它们是源自于诚意及正念的缺乏 以及少了相互的爱和尊重所知 如果一个弟子对他所皈依的巨德上师 升起了下解脱轮回的真实信心 那么即使有人毁谤这位丧尸 他是不会升起贪酌或称恨的 因此一旦升起依靠法与上师 就能得到解脱的信心 即使遇到让自己和他人 升起烦恼的因缘 自他烦恼只会完全平息 除此之外 再不会有其他情况 直接利益到众生 直接利益到众生 是最好的 如做不到 坚决利益众生 不伤害众生 尽力去说法 思法修法 集中力士建塔 树像等 如此造福积德的一切思想与行动 将成为大菩提的因 若是没有利益众生的想法 或就算有 但行为上却做出伤害众生的 文思修 与积聚福德的一切相识法 不会成为成佛的因 而且可以尽力时签在家 江湖的因缘 一切相识备 三爱 三爱 一切相识备 来 如同 决定 都是 也 从 即是鼎礼一切菩萨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诸佛菩萨为了随力调伏众生 而不定的视线带有各圣法教的化身 但事实上法门只有一个 道只有一个 果只有一个 因此你听闻菩萨名号的信心 而生的善果 与见到佛色身的福德 而生的善果是相同的 在执着万事万物 是横藏的无明轮回中 我们一直陷于我的你的的纷争里 到了判定善恶的牢狱时 自作的一切 肯定成熟到自己头上 因此一切如母友情啊 因果的分别不要颠倒 一切执着的根本是我之 即执着有个自我 因为我知 就和众生有了自他的对立 因此带来新的痛苦 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 那些特别在乎自己的人 烦恼往往也特别多 反之无私的人 却更容易快乐自在 在乎自己的人 我们的行词不仅存在于经典书本当中 它们存在于哪里 它们应该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当你的心中能够具备丧失的行词时 你就是在此手与弘扬殊胜传承的法脉 释迦摩尼佛和祖师大德们的心意 才真正得以圆满 什么是真正的羞耻 过去所有伟大的上师都曾同出一词地告诉我们 除非我们能完全地放弃这个幻象 认识到此生的虚幻 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佛法的真相 放弃幻象之前 我们无从看到佛法的真相 有个故事说 有个猎人遇到一个于且世 问他在做什么 于且世说 我在修安忍 修慈悲 猎人说 你去吃大便吧 于且世就生气了 他的安忍和慈悲 一下就破功了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 教主是释迦牟尼佛 但有时候最不熟悉的也是他 有很多人修辞之后 就忘了叫主是释迦牟尼佛 口里讲的都是我的上师 我的本尊 却忘了我的教主 我们要记得释迦牟尼佛 随时恭敬他 感恩他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记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达多王子 为什么要舍弃王位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苦行 为什么最后到菩提树下残修 然后证悟实相 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是什么促使他这么做呢 这是因为他见到了 生老病死这些痛苦的现象 这激励了他 最后他在菩提家里 成为了一位处理轮回 远离生老病死的殊胜觉者 也就是佛陀 尤其修辞悲心时 要观想 我就是他 我正在经历着他的痛苦 这种方式称为自他交换 自他平等的观修 是指我跟他人的苦是一样的 慢慢培养感觉后 进一步观修本尊 例如 观音菩萨的修辞 才会真正有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为要无贪无浊 才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我们一定要找到出口 用慈悲的力量 佛法的修辞 打破这个贪生的牢笼 不然 只会被自己贪生的神所捆服 而任凭百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印度 是为了延续藏传佛法的传统 和开展众生的菩提心 虽然 我要牵牵一切 离开我的寺院和父母 但为了弘扬佛法 这都是值得的 一切众生 三川树木 都是我要帮助的对象 以便引入的缩间 中、一北在秀 如果无论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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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菩提心的根本就是慈心和悲心 为了要升起慈悲心 首先我们要在自身上思维 我为什么缺少快乐 我为什么感受痛苦 自己是如何在轮轨当中流转的 要认真的去想 直到内心深情强烈的感受 如果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也就不可能深刻去体会他人缺乏快乐 以及被痛苦折磨的感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斋 点灯 慈悲诗实 要供焉供 时间8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法医规定 慈悲置业 高雄中山书方 屏东庙云寺 联合举办 大碑山诗实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主法 战江法师赞同法师领众 日期7月31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 恭送普贤行乐品 即佛前大贡 下午1点 护生即大碑山法会 地点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大新路175号 恰讯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请线上表单填写 消灾超建牌位 连结34w.cbzy.org.tw731 高雄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 点书 高雄中山书方 从前有一位名叫伊丽莎的富翁 他拥有万贯家财 却双性绿色 从不不识任何东西给别人 对自己也十分刻薄 吃的是出茶淡饭 穿的是破兰衣服 伊丽莎有一位邻居 钱财远逊于伊丽莎 可是每天都吃大鱼大肉 还经常宴请朋友 伊丽莎见了 心怀疑惑 我比她富裕多了 她天天过着王侯般的生活 而我却过得像乞丐一般 我是不是太可怜了 伊丽莎很下心 杀了一只鸡 取出一身百米 躲到山上没人的地方 把鸡烤熟 把饭煮好 准备好好大吃一顿 帝氏天王早就知道伊丽莎是个吝啬鬼 她见伊丽莎一反常态 准备吃大餐 便由心和她开个玩笑 给她点讯解 她变成一只狗 来到伊丽莎身边 转来转去 讨东西吃 伊丽莎对狗说 你如果能四脚朝天 停留在半空中 我就给你吃一点 话音刚落 那条狗已经腾空而起 四脚朝天 伊丽莎大吃一惊 只得扯下一点鸡皮 可是又实在舍不得 这样吧 这点鸡皮 我先帮你留着 如果你能让两颗眼珠掉下来 我再给你吃些鸡肉 刚讲完 那条狗的两颗眼珠 便啪啪 掉在地上 伊丽莎高兴极了 这下好了 你眼睛瞎了 我就可以好好享受美味了 他立刻端起食物 换了个地方 大口吃了起来 等伊丽莎走远 必是天王变成她的模样 来到伊丽莎家 一进门 就吩咐守门侍卫 等会儿 无论什么人来 都给我一棒子 把她轰出去 接着 他下令将所有财产 布施给穷人 伊丽莎一顿狼通虎咽之后 回到了家门口 刚跨进门槛 便吃了一剂闷棍 伊丽莎火冒三丈 嚷道 烦了 连我也敢打 四位完全没有理会 以这乱棒之下 伊丽莎摊在地上 再注目一看 家里已经空空荡荡 这时 帝是天王 变成一位修行僧 走到伊丽莎面前 问道 施主为何发愁 我被人戏弄 家财散尽了 施主 恕我直言 钱财乃身外之我 多了只会带来烦恼和祸害 像你这样拼命赚钱 却舍不得吃穿 舍不得布施 你找死去 反而成了恶鬼 即使投胎左人 也只能当下贱的仆人 你想想看 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伊丽莎听了修行僧这一番话 如大梦初醒 从此改变为 乐与济世助人的大善人 学佛多一点 引导孩子乐与布施 及助人的观念 让孩子不要执着于拥有 因为拥有 不见得是真正快乐的泉源 反而会因为拥有了 某些财富或珍宝 却造成了患得患失的心理障碍 那么还不如快乐地分享给大众 也就是 施比寿更有福的意义 佛教中有二十诸天的名称 他们是指释迦摩尼的二十位护法神 第四天是其中的一位 在道教中 第四天被称为玉皇大帝 而在民间则被亲切地称为老天爷 在中国民俗里 正月初九是所谓的天地诞成日 被很多百姓当作节日来请贺 主要因为第四天常下凡间 替亿万众生受苦 也常为了利益大众而请求佛陀开示 所以在很多经典里都有他的故事 第四天被称为玉皇大帝 第四天被称为玉皇大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